万众期待的鹰版荒野独居 他来了 还是老规矩 没有剧本 没有摄像师 生存到最后的人 可拿走百万抢金 前提是只能携带 限定的十样工具 他们不仅要建造房屋 抵御严寒 还要在黑熊灰狼的领地中觅食 很快 十位俊男靓女 就被送到了 位于北极圈内的 肯齐河两岸 参赛者鲁斯刚落地 就开始忙着设置陷阱 因为他在树上 看到了松鼠 而地上还有很多黑熊的脚印 这要是开局就能勤获他们 接下来的挑战将会轻松很多 这家伙可以说是个幸运的倒霉蛋 幸运的是 他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但倒霉的是 作为底层的打工人 他根本拿不出求婚的彩礼钱 所以帮着必胜的信心来此 希望可以拿走百万奖金 可一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 又怎会知道荒野的残酷 很快他就累得满头大汗 本想停下喝口水歇歇 抓起的却是浑浊的泥巴 臭得根本无法下嘴 下面出场的这位可是个大美女 只是出道荒野明显有限懵逼 缓和了好一阵才认清现实 米娜是来自巴黎的设计师 虽然常年混迹于时尚圈 却酷爱参与户外运动 每年都会去野外住上一段时间 这也让她对生存的四要素了然于胸 在陌生环境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所以决定先找地方搭建庇护所 只是深入丛林还没有多久 她就发现了黑熊的脚印 再看被弄得东倒西外的树干 米娜心里就生出了莫名的恐慌 这要多大的家伙才有如此破坏力 她连忙举起开山斧来给自己装胆 尽可能地不发出声响 慢慢向前探索 好不容易找到一片合适的空地 可远处又传来了异样的声响 米娜不敢再又丝毫有欲 迅速从里面跑了出来 本想喝口水压压惊 低头又发现了新鲜的脚印 扭头就看见一只驼鹿正在洗澡 米娜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 这要是能把它搞定 自己就可以躺赢了 可她手上现在能用的 仅有一把斧头 显然是无法对这个大家伙下手的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蛋白质消失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应该是个大佬 头顶散发着自信和智慧的光芒 49岁的迈克是一名伐木工 常年在深山老林里工作生活 让他不仅拥有健壮的体魄 还有强大的野外生存能力 他没有像其他选手那样横冲直撞 而是有目标有计划的探索地形 很快就找到了被封向阳的宝地 为了能够躲避猎食动物的袭击 迈克打算盖个悬空的吊脚楼 反正这里木材多的用不完 只要给他足够多的时间 他能盖条华尔街出来 可能是牛皮吹得有点大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看着伤口的大小不缝几针 怕是遭不住了 迈克立即拨打了球员电话 让还没下班的飞机又上班了 真的是刚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狼狈 医生很快就给迈克缝合了伤口 本以为他还能继续带伤作战 没想到他却直接提出了退赛 好家伙 原以为是个生存大佬 没想到开局不到四个小时就贵了 迈克喜提独居史上最款男人称号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 把制作方也整懵逼了 为了节目效果 只能临时送来为女替补 不过此时距离天黑仅有几个小时 必须赶紧搭个窝棚来隐藏自己 他可不想晚上被黑熊偷袭 谈赛者伊娃刚落地 就发现了一个硕大的脚印 还没等他猜测出这是啥动物 屋远处就响起了小熊的口哨声 好在工作人员并没有走远 帮他赶跑了来交朋友的小兽 要知道这里不仅是黑熊的家园 还是美洲狮和野狼的猎场 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 伊娃瞬间感觉意外伤害险埋少了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子是齐安 在大都市生活了19年的他 还是第一次来到这荒山野岭 像个好奇宝宝似的瞎转了一天 眼见天色不早才想起来搭建帐篷 为了方便更是直接驻扎在了岸边 要知道晚上野兽们会来湖边喝水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们外卖到了 当然这也不能只怪他年少无知 毕竟他所掌握的生存知识 都源于网上的求生大佬 相比于齐安的做死操作 鲁斯明显就稳重了很多 他在丛林深处找了块空地 依靠大树建造了临时庇护所 还在营地前升起了一堆火 现在野外生存的四要素 已经有了水火和房子 接下来只要能搞到实物 必定遥遥领先于其他选手 他不停地向丛林深处探索 希望能抓几只松鸡回来炖汤 这个节目的老粉丝应该都知道 使用弓箭的选手会有buff加成 获得蛋白质的几率会大胆增加 当然前提是你能够寻找到猎物 看到猎物出现 鲁斯悄悄摸了上去 等肥瘦的鸭子游入射程 他毫不犹豫地松开了弓箭 明明是射中了目标 但箭头却断成了两半 倒嘴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气得鲁斯不停地口吐芬芳 来之前还快想用弓箭搞头熊 没想到现在连只小鸟都搞不定 随着天色越来越暗 野兽们的叫声开始此起彼伏 没生好火的选手各个神情紧张 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手里的节奏 在这里火不仅能用来烧水取暖 主要还是用来抵御野兽的袭击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鲁斯的水平 大部分挑战者都是星人小白 等火升起来手多摸吐鲁皮了 而落地就遇到黑熊的伊娃 就连这一关也没有通过 两眼透露的尽是绝望 可原始荒野的黑夜 远比他想象的更加可怕 入夜后附近的狼群开始嚎叫 嘶吼的声音回荡在丛林之中 有帐篷的选手还好一些 没帐篷的只能瑟瑟发抖 他们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武器 时间总算来到了第二天 所有选手都熬过了艰难的初夜 只是米娜的脸色属实有些难看 应该是被黑熊狠狠地蹂躏了一夜 我以为他会换个地方重新按加 没想到他要重建个木屋庇护所 结果就在他忙得热火朝天时 不远处又传来了野兽的嘶吼 虽然嘴上说着自己并不害怕 但干活的速度明显提升了不少 很快一个A字形的框架就完成了 可以看出来这女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而伊娃到现在还没有把火升起来 因为不敢直接饮用湖里的脏水 她的身体已经缺水超过24小时 要是今天再不能喝上淡水 那她就只能含泪退赛了 或许是她的毅力感动了老天 在辛苦摩擦了两个小时后 火焰总算是燃烧了起来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二天 一大早鲁斯就埋伏在河边 等待着昨天飞走的鸭子回归 对于吃不上烤鸭 她一直耿耿于怀 可饥饿的肚子还是让她认清了现实 只好从岸边 薅了把香脯清洗干净 然后带回营地给一锅煮了 闻着有股土豆泥的清香 吃进嘴里却难以下咽 一股臭水沟的味道直冲脑门 看来只有蛋白质才符合她的身份 鲁斯戴上弓箭再次走出家门 这次的目标锁定为林中松鼠 因为她在寻找柴火的时候 在林中发现过松鼠打的洞 在丛林中悬摸了没有多久 她就听到了小松鼠的叫声 排头果然看到了正在晒太阳的小家伙 鲁斯拿着弓箭慢慢靠了上去 调整好呼吸后射出了手中的箭 好家伙一发入魂 只是坠落的松鼠却挂在了树上 在爬树和砍树之间 鲁斯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 随着大树倒地 松鼠也被摔飞出去 结果鲁斯在附近找了半天 最后也没有发现猎物的影子 盗嘴的肉又一次飞了 气得她差点当场去尸 而在丛林中度过了惊悚的一夜 主人都意识到了房子的重要性 今天都在忙着搭建永久庇护所 只是艾莉的进展似乎并不顺利 她搭建的框架总是随风飘摇 根本没有办法稳固下来 这直接给艾莉整郁闷了 明明都是按老师教的搭建 为什么呈现的效果却不一样 她摆弄来摆弄去 也没有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最后反而整散架了 气得艾莉对着镜头疯狂吐槽 老师教的那些网页一点都用不上 回家就把九万九的学费要回来 而此时齐安正在寻找新的扎营点 昨天她被黑熊骚扰了整整一夜 临走前还好心地留下了早点 静音剔透地看着很有食欲 可齐安却没有胆子去吃 而是迅速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来到了一片比较空旷的区域 当即决定在这里安营扎摘 蹲起斧头开始砍树盖房 不过仅放倒了一棵树 她就累地瘫在了地上 刚想躺平休息会儿 远处又传来了黑熊的嘶吼声 齐安的表情瞬间凝重起来 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打颤 心里非常害怕又不好意思说退出 只能对着镜头咬着牙说还能熬几天 米娜这边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来到湖边打算洗个冷水澡解解乏 这让男人肾上现足飙升的画面 不出意外是导演故意安排的 以此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 当然该看的不该看的 我都帮大家看了 确实很瓦塞 而洗完澡的米娜也变得更水灵了 但随着太阳公公的打卡下班 选手们的神经又开始紧绷 听着远处刺激彼伏的狼叫声 只能蜷缩在庇护所里瑟瑟发抖 而半夜出现的不速之客 更是吓得他们惨叫连连 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睡去 就怕自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好不容易又熬到了天亮 看着被黑熊折断的树枝 齐安的内心充满了后怕 本想去湖边打点水压压惊 结果又成功被一根树枝撂倒了 这也成为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齐安表示野外生存真的太难了 与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虽然自己梦想成为一名探险家 但父亲的亿万资产还需要有人继承 于是很果断地拨通了卫星电话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三天 鲁斯已经饿得吃起了蚂蚁 一口一个鸡肉味嘎甭脆 蛋白质更是牛肉的几十倍 只是蚂蚁的肉实在太少 没有几万只怕是吃不饱 它只能外出寻找其他猎物 虽然没有遇到黑熊和驼鹿 却捡到了昨天丢失的松鼠 样子像被其他动物啃食过 但鲁斯对此并不是很在意 认为只要煮熟就没有问题 毕竟在野外搞点肉吃太难了 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大快朵頤 这一刻满足的不仅仅是味蕾 还温暖了他那即将动摇的心 就在鲁斯疯狂拒绝蛋白质时 其他选手还在浆果地里忙活 米娜把采进来的浆果去皮后 才小心翼翼地塞进自己嘴里 真的是精致女人干啥都精致 这也显得韦德粗暴了很多 不管大的小的通通摘下来 就连树叶都不放过 一股脑袋打包带走 但是再多的枪果又能坚持多久呢 在这里只有蛋白质才是网道 显然伊娃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她拿出了珍藏的鱼网准备捕鱼 只是这网怎么看都是一次性的 真搞不懂这些人是如何选取的装备 而米娜更加神奇 她既然没有选择鱼网要自己编织 我本以为她是节目组找来的花瓶 没想到还是位隐藏的生存大佬 她的渔网主打的就是精致耐用 而米娜这么小心也是有原因的 只因为上大学的时候 和男朋友用了一个过期的气球 结果BBQ了 成为了未婚妈妈 最让她生气的是 那个渣男跑的影子都没了 自从经历了这样的意外 米娜做事就变得异常谨慎 发誓不会放任何一个蝌蚪过去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选手是艾伦 对着镜头说的第一句就是 艾伦有着多年的林业管理经验 对各种植物的习性了如之少 像这种浆果并不能提供热量 采集它们纯纯是浪费体力 而她的目标是这种三叶草 不仅能解腻还有饱腹感 艾伦本有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但女儿生病让她亲近了所有 这次挑战无疑是个好机会 只要赢下奖金就能改变现创 艾伦摸着脑袋放向横画 然后继续拿着袋子收集浆果 很快她在地上发现了凹利给 用斧头扒开里面还有热气冒出 很明显她的主人就在附近 艾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五天 吃完最后一块松鼠肉的鲁斯 终于开始砍树干正事了 她的计划是赶在冬季来临前 打造出一个坚固的安全堡垒 为将来的猎雄工作做好准备 从材料的选择和细节的处理上 都可以看出鲁斯确实非常用心 就是这建造的工艺数十差了点 木墙被风轻轻一吹就坍塌了 辛苦大半天回到解放钱 直接给鲁斯气喷了 发脾气归发脾气 但看在百万美金的份上 这活还得继续干下去 只是还没等她调整好情绪 木墙又迎来了新一轮塌方 这次鲁斯是彻底摆烂了 已经干了一天的苦力 吃的那点肉早已消耗殆尽 只能拿出珍藏的松鼠头 搭配烂菜叶熬了一锅汤 她很清楚 吃完这顿饭 下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上 所以吃得特别仔细 鼠头都被她啃成了标本 而米娜虽然编织好了鱼网 但几天下来却没补到过鱼 身体无比渴望蛋白质的她 终于鼓足勇气进入了丛林 然而并没有深入多久 就有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走近后赫然发现 竟是一具动物的尸骸 这意味着附近可能存在猎食者 米娜不敢怠慢 迅速冲出了丛林 到了晚上 听着远处传来的嚎叫声 米娜的内心更是无比恐慌 这是所有选手都面临的困扰 因为你无法预知在什么时候 就会有猎食者来到你的床前 和你来一场浪漫的丛林邂逅 而劳拉就吓得一夜没敢闭眼 毕竟她这帐篷没有任何防御力 她是一名皮滑艇爱好者 拥有非常不错的身体素质 有过和队友滑艇横穿大西洋的壮举 只是这生存能力实在是没眼看 连搭个A字形框架都整不明白 好在物理知识没有权还给老师 最后想起了三角形最有稳定性 这才完成了这么难搞的大工程 这时候必须要狠狠地哭一会儿 让观众们知道生存的不容易 这也是我硬实没让她出尽的原因 每次出现必然是哭得稀里哗啦 导致我写文案都没有心情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六天 艾伦的鱼网现在还是个半成品 两天编织下来身体都累散架了 特别想让女友帮自己按摩按摩 这话说出了多少男人的心声 太扎心了老铁 而汤姆自从吃上了鱼肉 这自信心就开始膨胀了 这几天就一直在河边钓鱼 然而不知道是鱼儿变狡猾了 还是自己的钓技出了问题 反正每次把鱼儿拉到河边就会脱钩 哈姆在石头上琢磨了一天也没想明白 同样想不明白的还有伊娃 为什么自己的鱼网网不到鱼 直到回去的路上捡到一块巨型头骨 她才想明白了 自己的鱼就是被这家伙偷走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条鱼生前一定是冤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挑战来到了第八天 爱丽应该是有亲属到访 晾晒的裤衩子说明了一切 这个时候多喝点热水水没错 毕竟她也找不到其他的食物 而劳拉这边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就连前几天开始搭建的庇护所 现在还是个光秃秃的三角架 房子盖不好食物找不到 每天就是躲在帐篷里哭诉 真不知道她来这里的意义是啥 或许是听见了我对她的吐槽 劳拉主动拿出了卫星电话 生存挑战进行到了第九天 目前场上还剩余八人 最近汤姆钓鱼总是空军 怀疑是自己的甲儿有问题 所以专门抓了只蜻蜓来测试 万万没想到 效果出奇的好 水里的鱼儿都争着来要钩 可刚要提起来 却又脱钩了 差点给汤姆气嗝屁了 好在新换的鱼儿有用 它只能再接再厉 继续抛肝 就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鱼竿上一股拉扯之力传来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汤姆没有直接提肝 而是直接拖着鱼线向岸边跑去 就在鱼儿脱钩的瞬间 他抄起棒锤就冲了出去 挤锤下去 鱼儿彻底失去了活力 看着一周的伙食到手 汤姆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拿到镜头前好一顿显摆 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汤姆开始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鱼 卢斯最近一直忙于庇护所的搭建 但每天还是会抽出一些时间 带上弓箭外出寻找蛋白质 直到今天看见一群大雁飞过 他才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天气变冷 鱼儿会游向深水区 到时候再想钓鱼就更难了 赶紧拿出了珍藏已久的松鼠内脏 开启了自己的钓鱼大叶 相比于其他选手的棒锤鱼竿 鲁斯这根明显就高级多了 再搭配上臭气熏天的鱼儿 应该会有不错的收获 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到有鱼儿咬钩了 他手忙脚乱地向回拉扯鱼线 眼看就要上岸 结果却脱钩了 这给鲁斯气得 一直不停地口吐芬芳 而自从上次在河边遇到黑熊 艾伦就没有了钓鱼的心思了 每天都会去丛林里学末一番 希望可以遇到一头放倒吃肉 而他捕捉黑熊的办法也很粗暴 就是在他们经常行走的兽径上 安装上了几个大型的弹力陷阱 当然林中的松鼠他也不会放过 在洞穴附近安装了几十个套锁 大大提高了捕获蛋白质的成功率 此时艾利已经完成了庇护所的搭建 接下来就是制造工具寻找食物 他对自己的垂吊技术相当自信 外加现在又是加拿大的产卵剂 完全可以在这里实现烤鱼自由 所以烤鱼的篝火他都准备好了 看他的抛肝姿势确实非常专业 就是没考虑好封锁和风向 鱼钩直接甩在了大腿上 调整过后重新抛肝 动作确实娴熟了很多 就这样连续抛头了一天 直到天黑都没有鱼儿咬钩 钓了二十多年鱼 从来没有如此失败过 艾利郁闷地坐在地上开始怀疑人生 而此时的米娜也坐在河边发呆 思考着自己是不是要退出挑战 来到这里他就一直靠浆果冲击 从来没有见过蛋白质是什么样 现在营地附近的浆果已所剩无几 要是再找不到其他食物来源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伊娃看着网上挂着的野鸭子 在岸边足足感叹了三个小时 他说自己已经吃了五年素食 一直心怀感恩 不愿再造杀戮 然后我就听到 真的是女人的嘴骗人的鬼啊 不过这个女人确实心存感激 看着已经魂归故里的野鸭子 惭愧的泪水从嘴角流了下来 而伊娃接下来的操作更是直接惊掉了我的下巴 拔毛开膛 动作减熟 以气呵成 就连内脏都处理得板板正正 这一看就是屠宰老手啊 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而这无任何添加的铁板烤鸭 一口下去肉香浓郁 回味无穷 直接把伊娃爽得飞上了天 另一边 凯莉经过九天的搭建 终于在野外有了自己的家 虽然做工用料都不算完美 但好歹算是个木制庇护所 吓唬一下野狼应该够用了 凯莉自从来到这荒山野岭 就没见到过蛋白质的样子 现在突然看到树上的松鸡 她又怎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原始捕鸟器 安置在了林中的大树底下 还放上了几个浆果当诱饵 至于最后能不能抓到松鸡 就要看道具组的了 而鲁斯自从上次钓鱼脱钩 就一直挂在家里盖量装备 今天先抱着鱼竿起倒一番 才来到河边开始大展拳脚 开过光的鱼竿果然有用 很快就有鱼儿咬钩了 这一次鲁斯没有着急提鱼上岸 而是慢慢地拉扯着鱼线 开启了溜鱼模式 就在鱼儿放松警惕的瞬间 他迅速扬肝刺鱼脱上了岸 看着一周的伙食到手 鲁斯抑制不住地仰天长笑 接着镜头一转 香喷喷的烤鱼就出炉了 金灿灿油滋滋 一口下去满满的蛋白质 从这一刻开始 鲁斯宣布正式接管比赛 与他相比 米娜过得就悲惨多了 他的刺网今天还是毛也没有 只能扯了点野草子来冲击 为了增加口感 他还特意放火上烤了烤 这刺嗓子的草子串 硬生生地让他吃出了烧烤的即时感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十天 凯莉一大早就拖着虚弱的身子 去查看自己的捕鸟陷阱 看到的是诱饵都没有了 陷阱机关却没有被触发 搞笑的是 这里踪击多的都跑到他营地里面找石了 可他就是一只也抓不到 另一边的艾伦也好不到哪里去 设置的捕猎陷阱也是毛也没有 再等下去 自己真的会被饿死 于是打算去河边碰碰运气 好家伙 鱼猫没有抓到还搞一身形 换作是谁多少都有点接受不了 而此时河对岸却传来了好消息 艾伦经过一天的抛头终于在天黑前上鱼了 在一顿手忙脚乱的极限拉扯后 鱼儿终于被拖上了岸 个头虽然是小了点 但艾伦笑的却是非常开心 生存挑战进行到了第十一天 艾伦天还没亮就来到了河边 他认为早上鱼口会好一些 可以搞点蛋白质来试试 结果话还没有说完 就有鱼儿咬钩了 艾伦兴奋的鱼无伦次 在一阵手忙脚乱的拉扯后 大鱼终于被拖上了岸 眼见鱼儿还在拼死挣扎 艾伦直接一刀子送走了他 我熬十多天终于可以吃肉了 赶紧回到营地开始生火做饭 很快肉腔就弥漫了整个荒野 这让艾伦再也无法等待下去 抱起没熟的鱼头就啃了起来 而米娜至今还没见过蛋白质 因为她的打野能力几乎为零 唯一的希望就是合理的死网 所以每天除了去检查鱼网外 剩下的时间就是搞木屋设计 搭建出了本季最豪华的庇护所 屋顶有鲜花装饰 屋内有石木大床 屋外更有围栏庭院还能围炉煮茶 但仅凭这些 她还无法生存下去 必须找到持续的食物来源才行 所以今天坐在岸边祈祷了许久 才小心翼翼的来到河边旗网 很快一条大鱼就被米娜拖上岸 怕她没死透 还顺手来了几十头 米娜已经饿了十多天 现在连画面都懒得拍了 镜头一转就准备大块躲移了 肥美的鱼肉入口即化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吃到最后米娜都兴奋地哭了 而河对岸的伊娃却饿得直翻白夜 自从上次美美的吃了顿烤鸭后 她的渔网再也没有任何收获 正当她犹豫要不要退赛时 突然想起了节目组的提醒 肯齐河里除了有鱼还有贝类 于是她走进河里打算试试运气 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有了收获 不过捞起来才发现是个空壳 但这也给了伊娃莫大的信心 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可等太阳落山 屁股被河水浸透 愣是一个能吃的贝壳也没有摸到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十二天 几天不见的韦德再次现身 最近她一直在统林里转悠 希望可以找到黑熊的老巢 但事与愿违 仅找到了几处小的洞穴 眼见猎熊无望 也只能对小动物下手了 就在她设置拳套陷阱时 远处突然蹦跆来一只松鸡 松上门的蛋白质自然不能放过 韦德拿起棍子就冲了上去 可下一秒 好家伙 松鸡没打到 还差点戳瞎了眼 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 倒霉倒家了 另一边的艾莉也好不到哪里去 截止目前她只吃过一条小鱼 身体的匹配已达到了极限 而且她引以为傲的掉剂 在这里似乎也失灵了 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 她最终的结果就是退出挑战 但她心有不甘 傍晚再次来到河边检查渔网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艾莉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刺网上挂着一条明晃晃的大鱼 上次钓的小鱼都不够栽牙缝的 而这条鱼足够她吃上一礼拜了 今天是她来到荒野的第13天 一大早就来到河边开始了钓鱼 而且运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很快就钓获了一条超大的鱼 终于再也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回到营地后先整了个大杂烩 剩下的肉则挂在架子上烟熏 只是这家伙的厨艺实在差了点 把高端食材做成了猪食的样子 看她吃得津津有味满嘴流油 我却恶心地差点吐出隔夜饭 而鲁兹起床就在小花园里挖呀挖 原来她昨天晚上钓获了两条大鱼 因为没有时间处理就暂时先埋了 但这并不是野外存肉的有效之法 所以鲁兹要挖出来对它进行烟熏 等把鱼拿到河边清洗干净 才发现暴存的还挺新鲜 先把鱼肉片下来挂架上烟熏着 再用剩下的边角料炖上一锅汤 荒野求生直接变成了荒野度假 美味的鱼肉好吃得停不下来 特别是鱼鳍放嘴里轻轻一吸 那种爆浆的感觉直冲天灵盖 最后鲁兹吃得连骨头都没剩 现在自己有了这么多的存肉 只要不出意外夺管只日可待 而几天未曾露面的汤姆 终于完成了永久庇护所的建造 可以看得出来 无论是建材的选择还是细节的处理 都做得非常用心 而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 更是让其他选手汗颜 可以说汤姆现在已经万事俱备 接下来只要找到足够多的食物 也将是百万美金的有力争夺者 只是他来检查鱼网的时候发现 肯齐河的水位明显降低了很多 昨天下好的鱼网早就晒起了太阳 既然抓不到鱼 那就进山找找野归 很快他就发现了站在树顶的松鸡 但是没有携带弓箭 汤姆表示很无奈 只能就地取材 现场做了个木棍套索 结果就是狠狠地吓了松鸡一跳 而此时在河边收集木柴的伊娃 抬头却发现了恐怖的一幕 吓得他赶紧跑回了庇护所 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 搞得众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晚上周围的大树都在疯狂蹦迪 树下的选手们却是提心吊胆 庇护所兼顾的还能躺下一会儿 而头顶只有一块防水布的人 就只能坐着随时准备跑路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14天 众人总算是熬过了这惊魂一夜 只是每个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艾莉除了听到风声还有狼嚎 这把他吓得直接做到了天亮 汤姆更是感叹 要不是搬家早 现在站在这里的就剩个灵魂 艾伦也意识到了房子的重要性 吃完早饭就开启了伐木工作 把斧头锯子都抡得框框响 可仅仅只放倒了一棵大树 他就坐在地上开始喊饿了 永久庇护所可以慢慢造 但是鱼必须每天都得钓 要生存到最后赢下百万美金 就必须在鱼儿回到深水区前 尽可能地去储备更多的鱼肉 今天的鱼儿也没有让他失望 很快就乖乖地跑过来咬钩了 提起来又是条十多斤的大货 然后就是直接给艾伦吃撑了 还真是汉地汉死 唠地唠死 韦德到现在都没见过蛋白质 虽然他在林中布下了天罗地网 可就是没有一只小动物中招 他每天也有在拼命地钓鱼 可总是被鱼儿咬断鱼蟹 韦德怀疑自己和这里八字不合 明显有种水土不服的感觉 生存挑战进行到了第15天 一早鲁斯就来查看自己的陷阱 接着就迫不及待地伸出了罪恶之手 嘎巴一声扭断了松鼠的脖子 然后就是象征性地祈祷一下 好让感动的泪水从嘴角流下来 此时鲁斯以遥遥领先其他选手 家里不仅储存着很多鱼肉 现在又有了新的食物来源 迎下挑战只是时间的问题 可即便是有如此多的优势 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空虚 他在这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而凯莉绝对是最佛系的求生选手 靠着一锅松枝汤坚持到了现在 除了每天去检查一下捕鸟笼外 剩余时间都是在庇护所里发呆 就连节目素材都懒得去拍摄了 今天好不容易出来露一次脸 没想到直接拿出了卫星电话 这也许是他最正确的选择吧 毕竟这状态想拿管军也不现实 还是早点回家去想亲服吧 送走了凯莉 厂上还有7人 而剩下的人日子过得也不咋地 除了每天必须外出寻找食物外 还要不停地加班修缩庇护所 为冬天的到来做着准备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16天 起床后的汤姆发现铁锅里结了冰 丛林中的植物也换上了新皮肤 这都预示着冬天已悄然来临 而感受最强烈的莫过于伊娃 毕竟她的房子只是块防水布 本想寻找几个姜果解决早餐 没想到已经干瘪得无法食用 而随着姜果的枯萎掉落 接下来选手们的日子会更加艰难 而伊娃看着天空中的候鸟群 只能无奈感叹自己没有弓箭 不然高低射杀几只来尝尝 艾莉的渔网一直都没有收获 也只能靠姜果来维持着机能 现在虚弱的走路都来回摇晃 拉个渔网都差点一头栽进河里 飞了半天镜好不容易拖上来 没有意外又是空军的一天 艾莉无力的摊坐在岸边 纠结着是否还有坚持下去的意义 艾伦只要吃饱了就会给大家表演才艺 今天又开启了个人演唱会 演出结束后开始捣鼓以穴 非要抓几只蚂蚁来当零食 结果吃完就悲剧了 胃力一阵阵的翻江倒海 闹腾的隔夜饭都吐了出来 而韦德一大早就对着树上的松鼠大喊大笑 像是祈求他跳下来让自己咬两口 他是本季唯一没有吃过肉的选手 现在看到小动物两眼都冒绿光 可惜今天的渔网还是空空如也 只能继续采集江果苦苦之称 然而麻绳专挑戏一处断 厄运只找苦命人 吃完江果后身体竟然过敏了 后背长出了成片的红疙瘩 再看看自己不断缩水的胸肌 和瘦了不知道几圈的腿 退赛的想法开始了萌芽 而鲁斯这货虽然每天都有肉吃 但空虚寂寞却一直缠绕着他 脑子里全是女友婀娜的身姿 结果一个走神就拿下了衣血 生屯挑战进行到了第17天 这段时间鲁斯虽有外出打野 但却一直都没有任何收获 只能挖出了以前的存粮 准备好好的大吃一顿 目前剩余的7个人里 就鲁斯过得最为舒服 不仅有着豪华木屋庇护所 手里还有着吃不完的大鱼大肉 只要不胡思乱想主动推赛 拿走百万绝对没有问题 吃饱喝足 鲁斯开始继续整活 把门口杂乱的树枝全部砍掉 经过修整 门前视野逐渐打开 庇护所直接升级成了胡锦房 鲁斯还特意打造了一个名牌 上面雕刻了他和家人的名字 本想把女友的照片也粘上去 结果拿起来就不舍得放手了 看着两人的合照 眼眶逐渐湿润 现在他只想快点回到女友身边 但拿出卫星电话后 他又纠结了 一百万和回家陪女友究竟选哪个 内心空虚的鲁斯最终选择了后者 果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一个最有希望夺冠的种子选手 就因为空虚寂寞而选择了退出 最后他把没有吃完的食物 和收获的几张毛皮都打包带走了 这不仅是他这些天的战果 也是能带给女友的唯一礼物了 而艾伦和鲁斯的生活态度截然不同 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获取更多的食物 只要闲下来 他就会跑去河边钓鱼 眼瞅着湖里的水位在不停下降 他又打起了里面一倍的主意 只是现在的气温已达零下 给艾伦动得嗷嗷直觉 可让他更郁闷的是 在水里摸索了大半天 最后就摸到了几个空一倍 然而倒霉还没有结束 现在艾伦被一倍划破了脚 是不是预示着他也即将陨落 而米娜除了找不到食物外 其他一切都正常 还是一如既往地饿着肚子搞鸡肩 做好了庇护所的保温工作 还要在室内整个壁炉出来 这样就算拖光躺屋里都不会冷了 这让我不免有些担心 会不会一把火给庇护所点了 而作为饿了大半个月的选手 汤姆表现出来的状态还不错 除了缺少食物其他都稳如老狗 今天终于让他找到了高端食材 不过想要抓住他们 还需要整几个补薯器才行 用两根木棍做支撑 上面再压块大石头 一个四字落石陷阱就做好了 只要老鼠过来轻轻一碰 瞬间就会被压成薯片 接下来就是击倒外卖上门了 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鱼儿都游向了深水区 艾利这几天也没有钓到鱼 唯一的希望就是河里的四网 好消息是鱼网还在 坏消息是河里把鱼给偷走了 还顺道把鱼竿给他咬成了渣 面对着如此的惨壮 一向坚强的艾利也忍不住流泪了 时间犹如白居过细的流逝 大家饿着肚子迎来了第二十天 艾利已经饿得粘在了床上 靠意念吃着披萨汉堡坚持 他母婴地里的老鼠派对一直在继续 之前做的陷阱一丁点用也没有 所有人都在忍机挨饿苦苦之声 希望可以熬走其他选手 终于在第二十三天时 韦德终于最先看不住 拨打了退赛电话 他绝对是本季最惨的一位 开局到今连个蛋白质毛都没见过 就一直靠吃浆果坚持到现在 生存挑战进行到了第二十五天 汤姆突然听到捕鼠气肺出发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只薯片 这意外惊喜让汤姆喜笑颜开 毕竟多了一个新的食物来源 完全可以借此进入决赛圈了 不过老鼠可能携带沙门士军 还是烤得外焦里嫩比较安全 一口咬下去 鸡肉味嘎嘣脆 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而此时的艾伦却在忘机心探 如此美味的食物却无法猎杀 特别后悔当初没有带来弓箭 要不这些鸡毛怎敢如此嚣张 最后艾伦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决定造个捕鸟笼搞几只尝尝 小伙伴们赶紧点个赞 给艾伦加加劲吧 捕鸟笼最终的成品就这样子 就这潦草的手艺能够抓到鸡 那我就直接把它生吃了 米娜照例每天都来检查鱼网 不出意外今天又是毛都没有 距离上次吃鱼已经过了七天 肚子里再也没有任何的油水 再搞不到吃的就只能是颓赛了 没有办法只能尝试抛干钓鱼 站在冷风中吹了半天 终于是有鱼儿咬钩了 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直接给米娜气出了姨妈痛 只能委屈地坐在河边抽泣 今天是她儿子的生日 她能忍受饥饿寒冷和孤独 却无法忍受离开她的儿子 看着照片 思念更如潮水般涌动 她恨不得立刻飞到儿子身边 允许全手们携带家人的照片 本就是节目组设置好的陷阱 因为每期看照片推赛的太多了 而米娜为了能够每天看到儿子 还特意动手制作了一个相框 挂在了庇护所的显眼位置 时间来到了第26天 汤姆又开始了一天的垂钓工作 结果鱼还没有提上来就跑了 这让她在甩钩的同时 嘴里还骂骂咧咧个不停 这河里的鱼虽然很多 却也非常考验钓鱼技术 就这样 汤姆持续抛干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看到了久违的曙光 只是小伙子还是太年轻了 鱼儿还没拉出水面 就又脱钩了 看着倒嘴的蛋白质再次溜走 汤姆气得差点原地去世 艾伦的运气也没好到哪里去 给予厚望的捕鸟龙虽被触发 可惜里面连羹鸡毛也没有 瞬间有种退赛的冲动 直冲天灵开 她也已经好几天没碰蛋白质了 只能拿出了以前的储备粮 现在所有的人头在挨饿 就她还能吃饱了想老婆 可以想到家里的美娇娘 突然觉得降金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自己还在苦苦坚持的意义何在 而伊娃是所有选手中最惨的 除了开头捡到过一只鸭子 后面再也没有吃到过蛋白质 现在满脑子都是秘制烤鸡腿 一时没忍住 口水就从眼角飘了出来 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味蕾 她果断地掏出了卫星电话 要我说 这妹子绝对是借着生存的名义来减肥的 现在既然达到了想要的身材 就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挨饿了 等伊娃彻底地离开场地 所有选手都收到了节目组的短信 内容是恭喜他们进入了四强 今天是挑战的第27天 米娜一如既往地来检查渔网 其实连续的空军 她内心早已没有了期待 米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吧 现在有了这条五斤重的大鱼 自己拿下冠军 指日可待 得瑟完后 麻利地把鱼收拾干净 放两块进锅里 煎制两面金黄 还没等香气弥漫四野 她就迫不及待地 开始大快躲移了 而每天钟情钓鱼的汤姆 因为一次失误弄伤了手腕 她只能在丛林里设置了圈套 看看能不能搞点兔子肉来吃吃 而这个圈套明显是被触发过 只不过是卡住了猎物的腿 如果是刚好卡在了头上 那将是另一个故事了 一圈检查下来 所有的陷阱都毫无收获 汤姆一时之间有点不知所措 如果失去了所有食物来源 她只能因为饥饿而退赛 表战来到了第28天 艾伦已经饿得头晕目眩 两眼放光 自从上次把储存的鱼肉吃完后 她就再也没有找到过任何食物 身体和精神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临终陷阱 看看能不能搞点蛋白质吃吃 她决定和命运赌一把 要是能够抓到猎物 就留下来继续挑战 如果没有收获 就直接退赛 可是老天压根就没打算让她夺冠 十几个陷阱检查下来 最后连根毛都没有看到 心灰意冷的艾伦彻底认命了 既然老天已经给出了明确指示 那自己就没必要再熬下去了 果断地拿出了卫星电话 艾伦的退出多少有些遗憾 前期救她食物最多 房子最好 要不是后来尽力都放在了狩猎上 而忽视钓鱼的话 夺冠应该不成问题 现在最被看好的大佬都扛不住了 那剩下的酱油选手 还能坚持几天 第二十九天一早 艾伦去检查鱼网 没有任何收获 决定去丛林里找找有没有吃的 出发前还专门抹了个烟熏桩 给自己叠加上了战斗buff 只是饿得太久 现在连走路都很困难 她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移动 可是附近的陷阱里毛都没有 她只能向丛林深处走去 祈求可以遇到点吃的 然而走着走着竟然迷路了 环顾四周看起来都一个模样 饥饿和疲惫 早就让她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只能在丛林里不停地转圈 几经波折才遇到了之前布置的陷阱 这才把她带回了营地 难 真的太难了 差点把自己给弄丢了 艾莉想想都觉得后怕 时间来到第三十天 汤姆的情绪还算稳定 就是瘦得酷似已经穿不住了 而来了大姨妈的米娜 情绪就低落了很多 几乎每天都要哭一场 只有艾莉还在努力地寻找食物 不停地在丛林中设置圈套 就在第三十一天的时候 米娜的心态彻底崩溃了 她本就患有轻度抑郁 有一个人在野外生活了这么久 悲观焦躁的情绪再也无法抑制 瞬间就对百万美金失去了兴趣 回家见儿子成了她唯一的执念 我真的是服了这个老六 有只本季最完美的庇护所不说 还刚刚吃上了美味的炭烤鱼 眼看再坚持几天就能夺冠了 却在这节骨眼上选择了退赛 这不是白白便宜了其他人吗 挑战来到了第三十二天 汤姆迎来的大爆发 吊上来一条巨型缩子鱼 基本上锁定了冠军头衔 而艾莉现在却只能躺在床上 靠着挨饿狗活 第三十三天 艾莉醒来就感觉非常不好 浑身无力 心跳加速 还头脑发昏 意识到再坚持下去 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伤害 于是果断地掏出了卫星电话 一直靠挨饿 坚持到现在 艾莉的表现确实让我惊讶 单凭这份意志力 节目组也得给他发一份奖金 第三十四天的时候 正在收集柴火的汤姆 突然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 我们想要让你知道 你赢了 你赢了 感觉像是梦 我的天 我只要100公元 我只要100公元 暢 burned 露子 地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